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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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其实我一开始在那边他们告知我的时候 我都说客户能选择 CLS 能选择我们家 我还是希望您还是我们的客户 但是后来他们说您不再想选择了退 我说没有理由的开出去才这么短的时间 没有理由的给客户退这是应该的 虽然漏机油在三包国家的法规里 它是只能达到一个换发动机 但是我这关的情感上我都不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奔驰积极的沟通 其实奔驰也是在积极的处理 但是它有一个流程 只怪我们的这个速度太慢了 而且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发生 您这样就是您的陈述特别长 我就是这个相关的比较官方 我能就是刚刚经过各位领导 他们给我进行的一定的疏导 我比较我这个人平息 就是我不像姐姐您 这么能够官方冷静的处理问题 可能事情不在你身上所以代表官方 我我这个人就是脾气比较不好 但是我是个善良的人就这么简单 刚刚各位领导已经花了一天的时间很辛苦 从牛局到后来城局 给我给我做了一定的心理疏导 所以我觉得您如果在就是刚刚您说那些话 又让我脾气好像有点上来了 所以我不想再听了抱歉 就是这样的我还是让我来说吧 我非常荣幸的见到各位 因为各位大咖我太久 就是一直在找你们找不到见不到 您有各种理由 你在德国也好在哪也好 但是我没有你的手机 我也没有你的微信 我觉得这一点你不用说 德国我也能打电话给你好吧 我一直要求跟您通话 包括4月11号事情发酵到下午的时候 已经有超过了9 9千多万的阅读量 我跟你们的销售 我让他出来找我 我说我要求见你们领导 没有人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 我相信您在哪个国家都有联系方式 这个世界现在不是说它是个意为中间 所以这个事情 您没有什么特别要解释 我也不会理解 好吧我不理解我也不接受 所以请您就是不需要在官方说辞了 第二点您刚刚说的很好 4月11号你们官方给了我答复对吗 凭什么在4月你们就说4月9号 我跟你们达成了和解 而且你们对外发布的时候 我跟你们达成和解 您刚刚不是说了吗 4月11号给我发邮件 需要下周奔奔驰给我回复 那时间重述怎么是4月9号 我跟你们和解的呢 请问您说的这个和解是什么意思 您的时间是错乱的好吗 那我再说一下4月9号 当时你不在现场 我逼迫你们的销售人员在上面签的字 我用的是逼迫这个词 那个整个东西是我写的 我写完我逼他签字 我说你今天不签这个字 我就不让你走 既然我面子都不要了 你必须签这个字 他不肯盖工奔驰的章 他说这个我只能个人跟你说一下 他被我唠的没办法了 他说但具体的结果 还是等奔驰来处理 所以您刚刚说的友好协商的结果 我不知道您是说谁跟我有好协商 我问你几个简单问题 第一我钱是交给你们4S店的 我交的是西安利之心 并不是奔驰官方 您跟奔驰官方怎么沟通 是你们的事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做餐饮店的 难道有人在我的店里吃食物中毒了 我说种菜的农民撒农药了 我要先跟那个农民沟通一下吗 我觉得无可推卸 请你们承认这是你们的事情 好吧 第二点我给你们钱的时候 都是按照你们的要求签字 道歉3月22号付款签合同 我没有说你给我一段时间 我去准备这准备了 我跟我家人没有 当场付定金 当场就给钱 但出现问题 你刚刚也承认了 说是个新车发生这种问题 你从情感上是支持我的 那么很简单 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为何你们是反复推脱 到最后说硬要换发动机 你刚刚还跟我说根据国家三包 国家三包我再说一遍 今天各位领导也在 国家三包是保护消费者的 并不沦为你们推脱的理由 到此刻你推脱国家三包 国家三包不背这个锅 各位领导也不背这么锅 那我再问你最简单的问题 您跟我谈国家三包 那我问你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你只要能回答完我这个问题 我今天就算这事过了 国家三包规定 修车只要超过五天 你必须给我配一辆备用车 我跟你们提出了四次诉求 你把40年的电话拨出来 你们说配不配备用车 看各个店的情况而定 您现在跟我谈国家三包 你是断章取义 因为什么呢 国家三包有利于你的 你来搪塞我 国家三包有利于我的 你就跟我说看各店情况而定 请问国家三包是你们包的 还是你们推脱的断章取义 国家三包有帮助我的地方 你怎么不说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 我作为消费者在你们 你保证在你们整个过程中 没有受到欺骗吗 你敢保证吗 你敢代表你们公司 保证我在整个过程中 没有收到欺骗吗 我只问这一句 你敢保证吗 您觉得我有什么必要 需要欺骗一个我的上帝 非常好 你的奔驰金融费我不知道出于何处 没有任何人给我解释 我这样跟您说 各位了解一下我的情况 我买的 我全款买得起这辆车 我可以全款买 你们让我做奔驰金融贷款 说利息低 我说我不想贷款 你们各种引诱我买 引诱我买之前 有跟我说有金融服务费这么一笔钱吗 没有 让我去付款的那一天 你们有跟我说 我带了一张卡 要刷卡 你们说 你们先让我去财务市刷的钱 刷完了首付 刷 卖保险 买完了保险 把我带到一个人那儿 说 他给我做奔驰金融的一个确认 做奔驰金融确认就问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你是某某某吗 是不是贷款这些 我都是我都签字 最后您说 那个人说 你需要一笔 就付一笔钱 一万多什么什么 销售这个时候就出来了 我说可以啊 我说那我们去财务市吗 说你付给 就是付这个二维码 我说不是刷卡吗 不这个钱不可以刷卡 当时我 你问他 你可以调你们现场监控 现场监控用我那个位置 我就在水吧旁边 你们 然后我说 那为什么不能刷卡 我就很疑惑 你们的人就走了 过了二十多分钟 把我们晾在那儿 我再打电话问销售 销售又把那个人喊过来 说姐 那个不要为难我们 你就微信给吧 然后他说让我不要为难你们 我财务微信绑的卡 我这个还微信限额 我分了一万和五千二百多 两次付 付完之后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好 那这些我当时都没有数 我以为这是该 就是当时你们说交什么费用 我都没有疑惑 因为我完全信任你们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服务费 服务什么 我的所有 你们帮我做什么了 我为什么要交这个服务费 怎么不算欺骗 直到昨天网友才告诉我 这不算欺骗 你觉得从我的心理上 我能接受得了吗 所以我突然才发现 你给了我一堆发票 给了我一堆收据 居然这张还没有发票 而且转的一个私人账户 您跟我说 这不算欺骗吗 可以 如果我承认您这个服务费 我也承认的 就我给你们任何 我说 哪怕是我说今天你们 那个有个销售服务特别好 我哪怕送他一个礼物 我给他一千块钱小费 这个是正常的 你让我知道这个服务费 服务在什么地方 奔驰金融凭什么收我这个钱 你们凭什么 在不得知我的情况 骗我刷这笔钱 骗我办奔驰金融 我这样跟您说 我不办奔驰金融 我的信用卡 现在也能拿出四十多万 还不用手续费 我有这个金额信用的 我把我上海的房子 给你们做半底 我不是一个不达到资质的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服务我什么呢 我就问 你是奔驰金融没有给我收利息吗 是资料没有需要我提供你们去银行帮我打的吗 还是我还是说我是快递给你们所有的东西 都是你给了你们奔驰金融给了我一张纸 要我把这个所有的资料给你们 我把资料自己准备好给你们的 你服务我什么的呢 凭什么收这个一万五千多呢 领导们你们觉得一万五 你们姐姐你可能有钱 你们是大公司觉得是个小钱 我们这种做餐饮的十块钱一碗的面 我得外卖一千多碗才有这个钱 这个钱我能赚到 但他非常辛苦 我买得起这个车 我也消费得起这个事 但是道理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所以我刚刚问你 你刚刚说的很好 我凭什么 我为什么要欺骗我们的消费者呢 这个要问你们自己为什么要这样 我这样说 如果你跟我说 咱们也买过包 一个包也一万多 你如果这个事情跟我先见后说有这么一件事 我不认那是我的错 我要求调你们所有监控 当时是不是把我们扔在那扔了二十多分钟 意思是你们自己考虑吧 我钱都交了 而且你们这个非常无耻赞 让我先去交首付 把所有的其他钱都交了 再跟我谈这笔费用 这是最后一笔费用 压制我必须收在他那 而且这个人就在你们现场 我现在也去捉他 我你让我觉得是你们乱收费吗 请问 这个费用是国家哪条法律应该有的 我就我现在我不跟你说其他的 您跟我谈三包 我只有两点 我刚刚我们跟牛局也好 跟陈局也好 我说的很简单 你说的对 三包我现在已认了 哪怕是换发动机 哪怕你不用换 我这个钱我60多万我都不要了 但是我必须为我自己讨一口气 你跟我谈三包 那我就跟你讲法律 我有三点问题需要您回答 第一点 就是这个奔驰金融服务费 我表示 我不知情 你们是骗的 谁 把我们那个账户可以帮我查一下 是谁代表你们收我这笔钱 钱最终流向何处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都被你们欺骗了 我相信肯定有 这个是我铁板钉钉的东西 我不想跟你说什么 您跟我谈法律 我跟您谈 好吧 这个车你也现在暂时 我们暂时不停车 我不需要你给我换车 还是换什么发动 什么都不需要 你这个就是你该怎么办怎么办 是你的事 但是我的问题你得回答 第一 奔驰金融费你这是骗取 我至昨日之前 我都不知道 到昨天我才知道我被骗了一笔钱 你就可怕了 但是有多少人和我一样被你骗这笔钱呢 肯定有 我随便问一下 我再 我随便拿一个人 拿个不知情的人来 把他的票据拿出来 告诉他 这一张你知道这个钱的哪一筒吗 不知道 我知道我首付是多少 我知道我贷款是多少 我甚至知道贷款的利息多少 好像是十年百分三什么的 但是我都觉得他利息低 我都比过利率 但是我都不知道金融服务费是什么东西 好 第二点 如果你认为我我应该知道他 请问你给我服务了什么 是不是值一万五千多 你是以什么物价标准 你们给我服务什么了 你这个服务费是服务什么了 我就不明白 对吧 您给你擦个鞋十块钱 给你端完水 服务员服务一个月 它是一个物价所得 您金融一样事情没给我做 所有的资料发给我 我去做的 我跑到银行打流水的 让我去办个居住证 我跑到公安局去判居住证的 这些都是我没有的 我去集齐的所有资料 让我把上海的房产证给你们 都是我去跑过去了 今天你跟我谈服务费 你这个一万五是以什么的计价标准来的 你给我 我想听 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必须跟我回答 绕不掉 好吧 现在我说了我还是重申一遍 可能这是你们的法务 我再次重申一遍 你说三包要给我换发动机 好这事咱不谈了 可以 如果国家觉得我这个事情需要换发动机 可以 我接受 你现在请回答我三个关于法律的问题 第一笔 金融服务费一万五 首先我表示我完全不知情 并且我愿意代表所有的奔驰的舍主 我去找 我打电话挨个问 是不是知道这个 是不是存在欺骗 你这就是欺骗 敲诈 勒索 而且那天明显把我们摁在了 硬要我扫你们的二维码 我说刷卡都不可以 第二点 一万五 你是以怎么的一个 它叫金融服务费 你给我服务什么了 你是以什么的计价标准来做的 这个一万五的金融服务 所有的资料是我提供的 对吧 第三点最重要 我觉得第三点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 我想请望在座的各位 在座的各位 你奔驰公司到现在避重就轻 对不对 胡乱收费 拒不承认 我不明白今天我坐在这的意义是什么 真的 我是给各位领导面子 真的他们非常好 从早上一大早 他们今天休息星期六 承蒙各位领导的关怀 一大早放弃 那一天你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半夜 他们还在你们4S店 全民都在关注你们在做什么 欺骗 一次一次的欺骗 你们欺骗的事情我太多 我都有证据 我不想一一说 因为早上我已经跟刘局ID说过 我不想再去 到今天他还跟我说 好像是 好像是他们 让我等待奔驰下周给的答复 4月9号 你们给所有的对官媒承认 说是工商局说的 说我们已经友好协商 时间是错乱的 逻辑是不通的 对 小雪 你就是这样 这个意思就是 小雪 谈这个 情况 我们都 把这个 都出来 我们下来在这个调查 就是这个需要 就是我们要调查 就是包括你现在说的 解荣服务费的问题 还有这个 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等等这些事情 这都会 在调查结果以后 像这一条都会 给你一个非常圆满的答复 好 我还有第二个问题要问 陈君你等我一下 第二点 你跟我讲三包 请打开三包 是不是说 三天 那个三包 就是你帮我修车五天 维修五天以上 你得给我配备用车 这是三包规定 你自己打开 我打你们电话 打售后 打400 打了所有奔驰相关 你们给我的一致回复 是看各店的情况 请问你 诺大的店 这么大的事 不给我配车 还是你们店的情况 您指国家法律和广 就是说三包里面 这一条你们就可以不认了 你们只认对你们有利的了 对你们不利的就不认 您还有 您还跟我谈三包 咱们还平等吗 我这个车从3月22号签合同到今天 你们奔驰是否关心过我是怎么出行的 有吗 没有 您现在坐在我对面 跟我讲一堆高大上的道歉 您在德国 我不接受 对不起 我真不接受 我不接受 我完全不接受 我对您的道歉 是因为您 在我们公司购买 过程中 无论怎样 您不够愉悦 所以这个 我是为了他道歉 我可不是为了我在德国 没有见到您 而道歉 刚才 是这样的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情绪有点激动 今天我过生日 我不想再 我好不容易被各位领导 把情绪安抚下去了 你现在硬要激我 来杠我 来否定我 您觉得有 我为什么要坐在这听您说